这里没有子弹吗 有什么子弹呢 回来我就把子弹卸去了 今儿去救子弹 那能闹出多少笑话呢 老爸 老田 你管管你儿子 田村 赶紧洗手吃饭 别吊没礼貌 这孩子怎么一点礼貌没有 老田 你不说这没有子弹吗 你这玩意儿可太大了 你头来找到子弹呢你 我在抽屉里找到的 可是我记得我刮上保险呢 你刮上保险呢 你怎么能玩这个呢你 你你你 你干嘛 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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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我多少次 你别把枪带回来 你就是不听 我跟你说你要再给我带回家了 我跟你没完 你这个孩子也是 算了算了算了 老田 他毕竟还是个孩子 不是不是算了算了算了 你没事吧算了算了 快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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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田 咱俩打了这么多年了 账户都没有牺牲 可可竟然差点牺牲在你 儿子的墙口下了 不是这臭崽子不 我 哎呀 来来来喝酒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压一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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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行 一会妈给你煮啊 妈 我不吃鸡蛋 今天是你生日 生日得吃鸡蛋呢 还是留着卖钱给我爸买药吧 哎呀 这孩子 我买药还差你一个鸡蛋啊 多煮几个 让小儿子吃个够 哎 老田 哎 我得跟你谈谈 这个枪啊 你以后真的不能再拿回来 你说昨天幸亏没伤了人 要是出事 你说你怎么办呀 好 好 还有 田村的老师昨天找我了 说他上课注意力总是不集中 老走神 走什么神 还不是被你那些鬼话给骗的 那满脑子里除了枪 就是打仗 什么叫鬼话呀 我对他讲的那些 那都是爱国主义教育 还教育呢 他现在都快走火入魔了 你现在问他长大了干什么 他准回答你俩字 当兵 那不听好吗 老田呀 他现在才多大呀 他现在是在上学 学习知识的时候 你别整得他除了枪就是账 我一连书都没读过 那我不朝阳指挥千秋万马吗 你怎么老跟我来这一套 那现在能和以前比吗 现在是和平时期 他要不好好学习 他将来怎么建设国家 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 就是能上纲上线 我跟你说呀 毛主席他老人家为什么提出 要提高警惕保卫祖国 这就是美英两国亡我之心不死 这和平都是暂时的 今后肯定有大仗恶仗去打 到时候我们都老了 枪都拿不动了 靠谁去重逢现阵呢 不还能靠田村他们这一代吗 你再这说了 现在从小就培养他们 什么是狗熊 什么是英雄 这有什么不好 你就跟我胡搅蛮缠吧 照这样下去 这孩子非回你手里不行 小杨同志啊 田村也是我儿子 今后我想怎么培养 我就怎么培养 我想怎么教育 我就怎么教育 你敢 来 妈我就不带大将了 干椰呀 没点咸袋哪行啊 人家不想吃大将吗 草儿 我让你带啥你就带啥 不动快点啊 好 冬啊 来 今天是你生日 还热口着呢 妈 拿着去啊 去 好 刘洞 还不快走 来了 咱那小的 也该十岁了 像刘洞一样 也该上小学三年级了 也不知道这孩子咋样了 咋样差不了 人家爹妈都是军官 你说 田团长 他们家还在城里吧 我又不是部队上的人 我哪知道啊 要是刘叔能当上兵 也许就能见上田团长 那我们也就能 能见到那小的了 你让刘叔当兵 动的就是这个心思 这都是其次 还是盼着孩子有出息 你说 在咱们这村里 能有啥出息啊 就指望着当兵这条道了 那可不是 你看那傅元火烈的 不是在公社武装部 就在镇上开车 这回接兵的来了 说什么也得让刘叔当上兵 他不提干入党也行啊 那也算孩子出息了 当兵也不是那么见容易的事 咱家没什么门路 这回我就是投拱地 也得让刘叔把兵给当上 你干啥呀 那啥我把鸡蛋卖了 给你买点干草片回来 我这病都是老毛病了 吃点干草片就能好了 再说 这仨孩子 交学费 买课本 买书 都得指着那鸡屁股往外抠钱呢 我就别糟蹭了 孩子学习要紧 那也不能干挺着 先吃点药吧 等猪卖了以后 咱到卫生院看看 你别买药啊 买了我也不吃 妈妈 我走了 妈妈我走了 走了 妈 io 等会儿来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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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妈给你洗个几个人鸡蛋 你带走 行了妈我怎么能天天吃鸡蛋呢 平时吃不吃都不要紧 但是今天要给你吃 知道吗 我知道 今天不是就是过生日吗 早晨都吃那么多了 现在一打嗝 还有滴板板的 妈 我们不吃鸡蛋黄吗 那可不行 这鸡蛋啊 就鸡蛋黄有营养的 我跟你说啊 吃完了之后 多喝点水 别噎着你啊 妈你手上有什么呀 弄得我那么疼 对不起小 妈这手裂了扎着你了 没事吧 妈你手上怎么裂口的 还说呢 还不是给你洗衣服洗的 你说你哪天回来 不跟小泥猴似的 来这好 好了走吧 这又怎么了干嘛去 哎怎么了 又忘了 忘了拿什么东西了 妈 你不是总让我抹这个吗 你也多抹点 抹上手都不疼了 妈知道了 还是儿子知道疼妈妈 翠儿啊 你现在长大了 上课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听讲 别老给妈妈惹祸啊 知道了晚晚再见 哎好 路上慢点啊 到学的时候啊早点回来 听见没 嗯 那样的你先 我 你那吃什么呀 我又饿了 哈哈 求我们的又有鞋的又有肉 准备呀 哇 哎大家帮我找我 什么味这么臭啊 哈 找到了 是刘东饼子里的臭大酱味 刘东你怎么天天吃大酱啊 连个花样都不变 我就爱吃大酱 大酱好吃 好吃啥呀 臭红红的难忘死了 咖啥呀 刘东 快要不息变出来了 这有啥 我妈说了从今年起 天天上学给我拿鸡蛋 真的假的 又不加鸡 你能下的五多蛋了吗 反正我妈说了 就有 怎么了 我妈说了 我妈说了 你最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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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东 我叫他们给你起的外号 叫我啥 玛琳 你告诉我 他们叫你狗小酱 你姐是 你姐是刘二酱 你哥是刘大酱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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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一 你 你 快 在小米 确实不许说话 小米出来 不要叫田村 要先报告再叫田司令 重来 报告田司令 咱们快迟到了去上学吧 好现在听我们命的 所有战士前进一步走 先走转 跑步前进目标学校 小米 妈我不用抹酱了 东妈你 这孩子你说 草儿快点啊 哎 你妈给你做什么呀 普通师 你妈给你做什么呀 老陪伍伍伍 那你一家 看刘洞吧 还是臭红的大饼子 哎 不过没沾酱啊 没沾酱他也臭红的大饼子 来咱紧紧 给你喝 兄弟弟姐好 快大江刚 吃大饼 沾大江 月血健康 快小饼 快小饼 比如那车半会要是 我们喝不喝了 你的饭盒才臭呢 你的臭里面装是臭大将 就是 你说啥 得说一遍 你爸是臭大将 哥你姐都是刘大将 你们家全是臭大将 你胡说什么 哥 你敢打我 奶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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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奶奶奶 哥 哥 快跟我走啊 哥 快哥 老师为啥把他打架 他和米金会打架 为啥打架 他流动起外号 起啥外号 他管流动就要留大将 他说咱们一家都是臭大将 你敢你吃个饭再走吗 不不不 大家还要新事 你还要忙 哦真是不好意思 没事 张老师 谢谢你啊 你看这么麻烦你 我都不好意思了 没事 都是为了孩子嘛 小米啊 你是班长 以后要多帮助田村啊 张老师 您那么忙 以后田村要再犯什么错误啊 你让小米告诉我就行了 杨主任 定期家访也是我们的工作嘛 田村这孩子挺聪明的 就是太不守纪律了 班里数他最淘气 教育孩子 光靠我们老师还是不够的 还需要你们家长多多地配合 好好好 我一定配合你们好好教育他 好的那就这样啊好好再见 好再见 慢走啊 你这个孩子我给你说过多少次 有门你不好好走就背着走窗户 我也念张老师和那个小叛徒 他除了高密他啥都不会 人家夏小米是班长 你犯了错误还不行他告诉老师啊 这个孩子 他爸爸就是个团长 连杖都没打过 比我爸差远了 他老跟我吹牛 他爸爸怎么怎么厉害 你行行行 你别老说人家的不是 我问你 老师说你上课不注意听讲 考试不及格怎么回事啊 老师讲的课一点意思都没有 儿子咱不能这样啊 你上课不好好听讲的考试能及格吗 你家里长大了怎么办 别说说说 我爸连一天学都没上过 不还这样当参谋长吗 妈 今天学校开运动会 开运动会咋的了 不带饭啊 开运动会同学们都带好菜 咱家没有好菜 那过年吧 妈 那你也别老是给我们带大匠啊 同学都给我们起外号了 草儿 说 同学给你起啥外号了 你说 他们说我哥是留大匠 说我弟是留小匠 说我爸是留老匠 草儿 你瞎说什么呢 啊 他爸 你干啥去啊 我杀了他 他爸你拿刀干啥 哎呀杀了他 你杀谁呀你 你杀几个人啊 我我爸呀 我不能让孩子们 我不能让孩子们 我不能吃大匠啊 大包呀 我那个孩子们吃 这个肉 下蛋呢 哎呀你怎么要啊 别给孩子们伤血啊 我这不行 爸您别傻见 我们不吃鸡肉 我们只吃大匠 爸 我不能让人敲不取猜 叔啊赶紧带他们俩上学去 你这是干啥呀 孩子不就是一句话吗 你这啥技呀 嗯 我这心里头憋屈啊 你说我这爹是咋当的呢 别人家的孩子能吃上好菜 我家的孩子就只能吃大匠 咱咱不跟人叛逼啊 你不是有病吗 是不是 桂香啊 我干不了活了 拖累着你和孩子们 你说我活着还有啥意思 你说的这是啥话呀 谁愿有病啊 这不是贪生了吗 再说了家里还有我干活呢 我看着你这么难 我心里难受 我这不成废人了吗我 我也想让孩子们有出息 过上好日子 咱已经对不起一个了 就别再对不起这三个了 现在是难了点 孩子慢慢长大了 好日子在后头呢 他爸呀 咱不想那些没用的啊 我还能不能给你 这不成功吗 我还没用的了 这是哪里 这不是小孩吗 我还没用的啊 我还没用的了 我还没用的 怎么可能 你还没用的啊 我还没用的 我还没用的啊 我还没用的啊 这是什么呀 这是菜手游 你从哪儿来的 刚刚这地上捡的 我们要是金不媚 捡到东西 已经上交给老师 那你去交吧 你怎么不交 我是个淘气包 做了好事也没用 好人好事 这都应该是你小班长来做的 知道了 你可挡上苹果 咱绝不再吃这个 再吃这些铁饼饭 老师好 进来 怎么了 张老师 这是今天早上 我在上学的路上捡到的 我看看 罐子铅红 这不是擦手游吗 嗯 这还真香乖的 谁搞个怎么回事 刚刚回家以后 你们俩去挖猪草 我去看柴啊 哥今天能不玩吗 我们一个月让我去他家一趟 不挖猪草猪吃啥呀 妈不是说了吗 等过年的时候 把两头猪一崽 一头卖钱 还有一头 咱们家就有肉吃了 那好吧 我不去了 嗯 对 哥 就是他们 就是他们 昨天打的我 咋的 这道还不让走了 哎 这不是刘大将吗 弟弟 是不是就你跟他 叫刘小将 他把你给打了 对 就是这刘小将打的我 就叫你们刘大将 刘小将还能怎么的 你们不就是天天在家吃大将吗 至于给我弟弟给打了吗 我告诉你们 今天你们要不承认 你们是大将小将 你们今天呢 就北想从这儿过去 我们回去还有外野菜 让开 让我们回家 让开 只要你们承认 你们是大将小将 还有个中将 我就让你们走 要不你就背走 姐 贝利他们 咱走 哎呦没事吧你 干什么呀你们还打人呀 打你怎么了 我弟弟就叫你们跟刘小将 你就给人打了 怎么了 你们今天要成了 你就刘大将刘小将 刘中将对吧弟弟 对 刘大将刘小将刘中将 刘大将刘小将 刘中将 这不吃饼还敢吃石头呢 啊刘大将 我 啊 哥哥 别拉了 别打 咱回家 哥哥 别打了 咱回家 他爸 他爸你吃点菜里放大油了 你们先吃 我歇会你吃 哎 妈 要是咱们家天天能吃上油大油的菜就好了 你们仨正在长身体 一年分的口粮都不够吃的 等你哥高中毕业以后 让他当兵去 到那时候 就没有人跟咱们长个口粮了 妈 到那会儿我们还用不用挖野菜了 挖呀 不挖野菜猪吃什么呀 等到了春节啊 妈把大猪给卖了 给你们几个人呢 做几件新衣服 那个小猪也杀了 猪肉卖了 猪蹄啊 猪下水啊 猪头啊 咱自己留着 苦熬了一年了 咱家人呢 也都沾着昏一下 好吗 爸 你快吃了 饭都凉了 快来 快来 你也吃点菜啊 我吃完了 我看着你 就没吃了 明天让他们上学待着 问你爸我这吃了 我吃完了我吃啥呀 你就吃一点吧 我是一个废人了 吃不吃能咋的 你一天这么累 别再说了 孩子们一会吃完了 上车子的写作业啊 老田 看见我擦手有没有 没有 他前村打去玩了 他再不玩那个呢 过生日的时候 还让我多擦点呢 这手老裂小口子 搁哪去 你在哪一口 二娃 二娃 回香啊 回香 来来来来来 主任 我告诉你们俩说啊 你家刘树这孩子真够呛 放学打架 好几个同学脑袋上 给打出血了 学校要出问咱咱 刘树啊 刘树 出来出来 刘树 刘树 咋回事呢 老点啊 我不跟你说 我不跟你说 谁基本上也不能动什么 不能打人吗 妈 这事不能怨哥 是他们先欺负我们的 你们会躲着点啊 妈你看 我弟都让他们打成啥样了 哥哥 你干啥去 哥 你看看你看看 你们真得好好叫一叫一趟 再这样下去 学校还不得把他开除了啊 他们先骂我们的 学校也得讲理呀 哥哥 哥 喂喂 这枪真是你自己做的啊 能不能久玩两天啊 给你走着 我 不过我不能白给你 不能白给我 说吧 拿什么会儿 钱 钱 我可没有钱 那就不能给你了 别别别别 要不然我想想办法 你要多少钱 八毛 八毛 行 明天给你 尝 我 动动动动动 动动动动 爸 学校给哥寄过储饭了 啥 你快给储饭了 胡主任上午去的学校 下午学校就宣布了 他现在人呢 他上山凯涵去了 你说这孩子你 老大妈 你就别说书了 别人逼咱 别人逼咱 咱就别自己逼自己了 别人逼咱 咱就别自己逼自己了 谢谢 今天 好 妈我回来了 你过来 我站起来 你让高海回家偷钱了是吧 没有我没让他回家偷钱 你这个孩子 你别打了 妈妈你别打了 干什么呀小杨你 你怎么打孩子呢 他让高海回家偷钱来换他的小枪 有这事吗 跟我没让他偷钱 你没让他偷他妈妈来找我啊 你缺什么东西 你管妈妈爸爸要 啊 再说你要钱干什么呀 我就想给妈妈买东西 买什么 我把妈妈的菜手油给弄没了 我要给他买盒新的 妈给我洗衣服手都列稿了 而且我也没让高海回家偷钱 他说自己回家想办法的 我拿着呢 我拿着呢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啊 这猪草啊不能让你们白搁 到春节的时候沙拉猪 奖励你们一人一大碗肉啊 妈是四指标的还是五指标的 五指标的 嗯 嗯 嗯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这孩子长大了 知道疼人呢 儿子给买的擦手游 擦着感觉不一样吧 你有我愿意打他 打完了他之后 我这心里比他还难受 长这么大 不是头一会打的 小雅啊 以后你对儿子 别老是大吼大叫的 这男孩淘点气怕什么 淘气没准以后 能成大气候 以后没准还能成将军 你还真想让他长大的当兵啊 那你男孩不当兵干什么 我不想让他当兵 我想让他当科学家 你也是当兵的 我也是当兵的 当兵有什么不好啊 我要是不当兵的话 我能为今天吗 这都要感谢党 感谢毛主席 那当科学家有什么不好啊 建设国家 光当兵的能建设国家 那科学家就不能了 小雅啊 你这思想有点问题啊 最近你是不放松学习了 你少给我上纲上线 这是在家里 也不是在你办公室 我和布地首长 负责咱们公社的 这次回来送你再看看家 张网 你在布地上 平时都吃些啥 天天吃馒头 这么大个 张网 你这党都入了 以后你就不用回来了吧 入外党 我就马上给你提盖了 等下次回来 吃了四个豆 那就正经就吃上公家饭 完了 这一辈子都不用愁了 你瞧人这兵当的 这才叫有出去 有出去 时候不走了 我们先走了 下次有空的话 去我们家玩吧 好吧 川军装内饰前准脏望吗 可不是嘛 当了两年兵 这小姐她可出去了 那女的咋那么眼熟呢 那是啊 是留会计的二丫头 在公社卫生院当护士 正跟张网搞着对象呢 怪不得呢 我说 现在正在招兵呢 你咋不让你家刘叔姐当兵呢 也不知道你家刘叔 能不能验上 哎呀 就刘叔这身子 比张网强多了 只要他报名 准毛能成 哎呀 你不在床堂呢 干啥 这不是又到招兵的时候了吗 我知道招兵了 听说今天招兵的名字可紧张了 咱家刘叔也不知道能不能去成 哎呀 走 干啥去啊 你扶着我 到葫芦人家我去求求他 哎呀 你就这样你还能走得了吗 为了刘叔当兵我得去啊 爹 你咋辣酱呢 你 你行吗你 慢点啊 咱们慢点啊 哎呀 葫芦人在家呢 啊 这不正拢账的吧 嗯 来来坐着坐着 哎哎哎 哎呀 哎呀 这账整的 脑袋瓜子跟柳根斗子似的 哎你们咋来了 有事啊 二哥啊 你这身体咋整的呀 我记得你比我小不少呢 咋这样的呢 哎呀 我这身子骨啊 是一年不如一年了 哎呀 你一年到头又不登我家的门 今天来可是稀客啊 哎 你来一定有事 要不你也不能找我 老虎啊 我刘二感啊 这辈子也没求过人 我来呀 还真是有事求你 哎呀 啥求不求的 咱们一个团子住着都几十年了 啥事说吧 哎 哎 我那 大小子 都数啊 哎 他先瞅着就憋了 啊 我心思着 让他今年去当兵去 这事啊 哎呀 还真有点难办 哎 我们这不是来求您了吗 胡主任 你们都知道 每年报名当兵的 都能把大队院抢几塌了 这人一多啊 身体啥的 条件要求就更严格 咱们得往部队上送最优秀的 不能让国防的城墙上 有半块闹转的 是不是 是是是 我家刘淑 身体没问题 哎 我家的情况 你还不清楚啊 我清楚 可我清楚 部队不一定清楚 哎 老胡啊 你是啥意思啊 人家部队要兵 都是啊 政治上没问题的 我家刘淑也没问题啊 那你们 还非得让我把话说白了啊 你家刘淑因为打架 在学校受过处分 你们这么快就忘了 哦 这事也做数啊 那做数不做数的不是我说了算呢 那得公社武装部和接兵的说了算 哎那 我我们又不是认识人 你跟那个些当兵都挺熟的 你好好求求他们行不行啊 啊 行 到时候说说看吧 不过让刘淑当兵你们真舍得啊 二嘎这些年 这身体把你们家拖得够呛 这刘淑眼瞅着就是壮老力了 他一走 你家咋整 总不能喝西北风吗 咋 gid 我们家草 小草啊 塞又两年 也就上高中了 也就能挣上工分了 我才人两年 你可别倒了 刘草 刘草跟我家小胡一个班 正公分还早着呢 我们 一定 不拖累公家 不给大队找麻烦 看在咱们一个囤子上 住了几十年了 你就帮刘叔一次 大长 你把话说到这份上了 那啥 我要是能帮一定帮 你放心吧 那就 给你添麻烦了 那就 我们走了 你忙吧 忙吧 那你慢走啊 谢谢您 董主任啊 谢谢 看你这身子 没事就在家躺着吧 哎 哎呀不躺着也不行了 我说老胡啊 哎 哎哎 别送别送 回吧回吧 那你慢走啊 哎 哎 就这身子 还当兵呗 啊 哎 让谁当兵 你不能让刘叔当兵 啊 为啥啊 为啥呀 他打过我 小孩子打架的事算个啥 我要那么办 那不就叫官报私仇了吗 来 刘六 嘿嘿嘿 哎 爹是看他家真困难 要是让刘叔再当兵走了 他家就是无保护了 那咱大队的负担更重了 嘿嘿 感谢观看